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二大佛陀世情论是所造的阿比达玛居士论当中 现在讲《觉子云界处》的时候 《觉子云界处》里面讲这个界的分类 第一品里面讲这个界的分类 下面我们讲 具有十法为一界 最后三界刹那心论 然后《言语言识皆各者一同之中也获得》 它这里前世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哪些是十法 哪些不是十法法 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这个后面 最后三界是刹那心的 但这个是等牛神还是非等牛神 就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 然后最后《言语言识皆各者一同之中也获得》 这个就是所谓的《言识的获得法》 就是得法方面的几种分类 所以它这里前世三个方面的问题 字面上这样解释 具有十法的有多少的话 那么具有十法的只有一个法界 其他的十七界全部是无十法 它这里这个《识法》和《无识法》 《有识宗》和《经部宗》 观点有点不同的 它那个《有识宗》 《有识宗》一般古代的一些论识翻译成《毕波萨识》 就是《毕波萨识》 因为《毕波萨识》叫《有识论》 也可以叫《有识论》 所以《有识宗》认为是所谓的《识法》永远都是很长的 就像前面所讲的《无识法》一样的 他们认为这个《识法》是这样认识的 然后一般《有识宗》就像《经部宗》吧 《经部宗》就像《识量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一般的说 比如说一个物体能起作用 它能起共用的这些法称为什么呢 称为《有识法》有一些不同的 但这里就是说《有识宗》所认为的 《识法》有多少呢 他这里说是只有一戒 就是这个法戒 然后其他的七种法应该不是《有识法》 然后最后三戒吧 我们前面讲的最后三戒就是 《义》和《法》和《义识戒》这三个戒 这三个戒实际上是刹那性的 最后三戒当中也有刹那性的 不是灯牛顺的 这个下面就是讲我们 比如说苦地法治人的时候的第一刹那 也就是说见到第一刹那的时候 它前面不是灯牛过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全部是灯牛顺 这个问题我们昨天也稍微提了一下 今天这里也讲了最后三戒的分析 然后这个《严与严实》就是各戒 这个《严与严实》的话 它那个严实戒各自都是不同的 比如说先得严根 然后得严根的 还有就是先得严根 最后得严实的 严根和严实同时得的 严根和严实同时不能得的 就是中共有四种分类 这个下面还在讲 一同之中也获得的 它这里前面的《严与严实各界》 它前面就是分了两个种类 然后最后一个种类叫一同之中 他们在同时之中也有获得的 所以这个稍微复杂一点 下面我们从讲义上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十八戒中那些是具有实质的 那么这个十八戒中 那些是真正具有实质的呢 下面就是说 十八戒中具有恒常稳固实体之事法 是这个事法界的一部分 无为法 当然十八戒中这个颂词里面 就是十八戒当中的一戒 一戒的话 好像那个法界全部是这个事法一样 但是这个颂词里面它是那个忠诚 不是那个别称 比如说我们十八戒当中有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呢 就是他用忠诚来应用别称 所以他这里就没有这个说 实际上十八戒当中的法界的一部分 就是才算是这个实法的 因为他这里呢 就是这个无为法嘛 就是法界当中呢 就是有这个我们那天讲的这个七种法界 七种法界当中的话呢 就是当然那个相啊 什么那个相云和行云和 然后那个数相行就是 数相行三个呢就是不是这个实法的 他们认为 还有这个五表神呢就是也不是这个实法的 那么除了这四个以外还有那个就是三种这个无为法吧 这个无为法的话呢 应该可以说是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实法的就是实法的 他这里说这个无为法具有实者 实法具有很常稳固的存在 他这里说这个无为法呢 就是应该在这里承认为是这个实法的就是实法的 那么这个实法它有什么样的种类的话呢 按那个有始终的观点的话 他这里有这个四种法就是 他这里说那个实法呢就是具有这个很常稳固存在的一种法 还有呢就是能起这个作用的一种法 然后这个自然而成的 以及呢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的 就是其他的这个法就是四种这个特点 他那个实法呢就是具有四种法 就是哪些法呢 一个是那个就很常稳固存在的一种法 就是一种实法 还有呢就是能起作用的实法 能起作用的就像我们这个火啊 就是有为法的这个滴水火风等等 这些都是能起各自的作用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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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这个自然而成的这个实法 就是自然而成的实法呢 就是就是自然而成的实法呢 我这个发了一些这个讲义 就是好像记得以前在一个讲义里面就是 就是自然而成的那个法的这个比喻 但是这个没有找到就是实际上那个实法当中呢 就是他们认为的这个 就看看以前那个其他的这个汉文资料当中 是有没有这四种实法的这个分类 就是四种实法的这个分类 就是四种实法的具体介绍吧 还有呢就是此外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实法 就是有这个四种 四种法 此处是第一特点而言的 就是第一特点也可以说 或者是第一实法而言的 第一实法也可能好一点吧 因为前面呢就是这个这个颂词里面就是 所讲的实法是什么样的实法呢 就是是很常稳固不变的就是 这样的实法呢 当然这个只有无微法在才具足这种特点 那么其他呢就是不具足这种特点 因此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 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指的是第一种实法 就是本来实法呢就是有四种实法 但是其中在这里所谓的实法呢 就指的是这个第一种实法 既然第一种实法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很长的 就是不能有变动的 不能有这个变化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实法 除了法界以外 神语的其他界呢就是均是有微法 就是其他还有十七界吧 十七界就是 十七界还有再加上这个法界的一部分 就是就是像那个 这个数相信啊 就是还有那个五标识啊 就是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有微法的 就是有微法 无有横长稳固实质这个成立 就是他就没有这个横长稳固的成立 就是所以他十八界就是这样分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就是只有一个是实法 就是其他呢就是不是这个实法 就是只是一层一层 再在这些界中 苦地法制人的第一刹那中具足的这个最后 就是昨天我们这个讲这个三神吧 就是一层神和张阳神和灯流神 这些界当中这个苦地之人就是法制人的这个第一刹那就是 在那个讲第六平和七平的时候 讲这个四地呢就是都有这个法制人 比如说这个苦地的法制人 基地的法制人和灭地的法制人 道地的法制人就是他是这样这个次地来的 就是他是这样这个次地来的 先那个从余界当中呢就是必须要断除那个就是这个苦地的这种这个法制 就是这个苦地断除苦地的时候呢就是获得了这个他的这个法制人 然后呢欲界色界呢就是不同的这个四地里面的就是其他呢就是断除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四地当中呢就是苦地法制人的第一刹那呢就是是这个具足 第一刹那当中具足的最后的意和法和意识 这三个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乌鲁法 因为他是那个监导 就是监导的时候呢就是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是获得这个监导 第一刹那的这个十八节当中的最后这个三节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乌鲁法 就是它是乌鲁法 因为世间生法为以下是有鲁法 就是他们这个这个夹行道当中的世间这个生法为以下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有鲁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昨天我们也不是讲了吧就是等流这个当中的话呢就是所有的信和信索里面呢 除了就是第一个这个就是法制人 也就是说是见到的第一刹那 见到的第一刹那以外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信和信索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同类的就是它是有等流生的 但是呢就是这个呢就是比较这个特殊的 因为原来呢就是是一种这个乌鲁法就是 最后呢就是得到这个法制人的时候呢就是原来的乌鲁法呢就是已经变成了乌鲁法就是 所以这个乌鲁法的第一刹那呢就是乌鲁法当中见到的第一刹那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乌鲁法就是 这个是它的这个前面的印呢就是不是这个就是灯流的就是不是这个通类的意思 它的这个前面就是无有乌鲁法就是它的前面是没有这个乌鲁法 由于不是通类说通类因所生的就是原来是这个乌鲁法我们这个翻覆地的这种这个信和信索 最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法制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获得了这个见到就是见到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原来的这种智慧呢就已经变成了这个无鲁智慧了就是 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通类因啊就是 他前面呢就是没有由于不同类而生生 因而呢就是不是灯流生的这个刹那就是 这种这个刹那呢就是实际上是不是灯流生的这个刹那 也是实际刹那就是那么这个刹那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城市刹那就是 它是这个实际刹那也就是说是它这个第一刹那的这个无鲁的这种因呢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实际刹那就是 实际刹那呢就是我们下面还在这个讲实际的时候 也要讲就是整个这个时分呢就是分为这个 比如说我们一探之间呢就是分那个六十个这个瞬间的话呢 就是其中一个刹那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就是实际刹那吧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应该是以这个实际刹那来就是分的 苦地法人是城市刹那就是苦地的这个法人呢就是这个城市刹那 他是第二刹那以后是这个灯流生的 那么刚才不是那个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是这个无鲁这个产生无鲁的就是 所以他不是这个灯流生 然后苦地的从这个法人开始呢就成了这个第二刹那 第二刹那以后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灯流生 因为这个无鲁的第一刹那已经有了 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就是然后前前来生这个后后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肯定是这个无鲁产生的就是不是这个有鲁而产生的 所以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鲁生与这个什么这个 这个艺术生即是八重无鲁法是一般情况而言的 就是前面呢就是虽然讲过这样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信和信说呢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八重无鲁信嘛 就是八重无鲁法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有这个艺术生和还有呢 这个灯流生就是前面是这样讲的 但是这个呢就是只不过是这个特殊而已 只不过是这个一般而已 在特殊情况下的话呢就刚才那个见到一刹那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不是这个灯流而产的 所以呢就是有些这个信和信说的智慧当中呢 也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而这里呢就是是特殊情况 因为无鲁的第一刹那的一等三戒呢就是 一法戒五为法是不是这个三身就是他这个什么 就是无鲁法的就是第一刹那的这个一和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三个结合 还有呢就是法戒的五为法呢就这些都是不是这个三身的 因此有些地方呢就是也是这个一般当中有特殊的情况 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个前面讲的最后三截刹那信就是这个问题 呃虚说的然后希望你们呢还是应该这个翻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翻 尤其是这个自身里面就是怎么样这个宣说的 就是大概就是我想我们这个颂词已经这个意思讲了 然后在将义上面也讲了 然后你们这个翻自私啊 翻那个其他的一些将义的话呢就是可能好动一点 如果没有这么样这个移动的一个将义的话呢 我这个什么那个这次这个居士论的话呢 就是一般的什么这个智慧这义都是几乎没有用就是 现在那个本来佛教的话呢就是它本来比较这个圣奥奥奥 然后我们对这个佛教的基础呢就是比较这个 就是不是这个很稳固的 然后佛法方面的一些名词呢也非常多的 再加上用这个顾问的话呢就是恐怕这个很困难的 就是以前我翻译那个就是大欢王王啊 就是智智清醒的时候呢就是总觉得是稍微固一点 就是可能有个带个这个文言文的话呢就是比较这个舒服就是就这样觉得 但后来就是越来越觉得就是以前这个翻译的呢就是太酷了 就是本来那个这个佛教方面的道理呢就是非常深好的 就是再加上我们对这个佛教方面呢还是这个基础比较这个 不是这个这个很好的这个基础 这样一来的话呢看起来很困难的就是 因此在这里呢基本上是这个算是最这个比较移动的吧 就是凡是这个全部都是听起来都是不一定很好听 尤其是一些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就是一看的时候哎 这个好像那个语言太这个简单了就是没有一点这个 什么这个成语啊秀式啊就是好听的语言都没有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对大家这个 一懂就是本来这个句式的意思呢就是不好懂 就是再加上是稍微顾问一点的话呢 那我们就像这个看那个唐僧的那个知识一样的 有时候都是看看看看看看就是好像是是懂非懂的就是 有时候是稍微懂一点有时候好像懂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就是 看来就是特别这个费劲的就是也有这种感觉 因此我想这个呢就是可能比较好懂一点就是 然后在这个动了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看看 这个其他的这个大师们的一些这个讲义啊就是 但是以前那个像那个宴会上是啊就是他们的很多这个讲义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知识里面的基本上的这个意义呢就是 在稍微这个简单一点来叙说的就是可能没有这个增加很多也没有发挥很多就是 下面就是讲那个若文本来不具足言解而重新获得 言识解是否是重新获得的呢就是他这里这个本来是这个不具足这个言解 然后重新获得的话呢那么这个言解是不是这个重新获得呢 就是就提出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有四种这个类别啊就是有这个四种类别 所谓的言语言识结构则实之提出了前两类就是本来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 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四种类就是先得言识后得这个言根和然后先得言根后得这个言识 还有呢就是言根和言识呢就是同时得到还有言根和言识呢就是同时得不到就是应该有四类的 但是这个呢有些是他们有些观点就是缠在里面就是 就是跟那个现在的一些实际道理呢就是有一点点不符合的情况也有 但有些地方的话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承认的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言和这个言根呢就是同时获得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有四种这个分类啊就是有这个四种分类 刚才那个颜识里面呢就是言语言识什么这个戒各自就是他这个呢就是刚才四类当中的前面的两类呢就是以颜识里面这个来就指出的下面就是说第一类吧就是第一类呢就是在口户里面就是先就是得这个言识 然后呢就是得这个言根我们很多人认为就这是不可能吧因为那个言根就是依靠这个言识的话呢依靠言根而得到的怎么会是先得这个言识呢啊 但是有四种呢就是我们下面还要讲就是他们呢有一个叫做得就是得的话呢我们现在这里面就是为了好懂吧就是就经常用这个得顺吧就是得顺 就是其他的有些译本里面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得所谓的这个得呢就是有四种特殊的一种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他们呢就是未来过去现在就是在上个世间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城市存在的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这样这个承认以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得得顺他们就承认了 然后这个得顺成立的话呢然后就他们的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就开始出现了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第一个观点吧就是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先得这个言识 就是然后呢就是得言根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类 他是这个转生那个什么这个转生愚迹次第获得言根就是他那个转生这个愚迹吧就是比如说有些这个色戒的这个众生呢就是这些都是像色戒里面的这个第一禅的那个众生呢如果转生到这个愚迹的 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他获得这个言根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比如说这个转生于愚迹的一个众生呢就是他就次第的这个获得言根就是次第的这个先获得这个言而彼此生就是其他的这个根呢就是次第的获得 然后三法与由然的言识在以前就已经获得了那么这个言根还没有得到之前的话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三法和还有那个染物的这种这个言识吧就这种这个染物的言识的话呢就是他首先都已经得到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这个转这个什么这个转生的时候呢就实际上是就是在他的这个身体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获得了这个言识 他言识的话呢未来的这种未来的这种得损吧就是未来的这种得损的话呢就是提前的应该是有的就是他们是这样这个认为的本来这个言根还没有得到的话呢就是这个言识前提前是不可能的 但实际上呢就是他那个还没有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入胎吧就是入胎的时候呢就是台中呢不是有七种这个 就七种这个主胎的过程吧然后前面的像这个什么这个零诺啊就是当就是前面的这几个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言根还没有这个形成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言根不是有这个胡麻花那样的就是因为众生的这个这个言界的话呢好像是这个我们不是原来讲那个上师心地里面有吧就是他的这个这个眼睛啊鼻子啊这些这个形成的话呢就是最后的就是这个 这个好像那个已经过了这个七七七天以后呢就是才这个形成的 然后他那个言根还没有成的时候呢就是刚刚他这个接生就是刚刚他这个入胎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 因为他的这个就有时总是这样这个认为的比如说我呢就是在中阴生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得到这个即生的这种言识和言根就是 然后我刚刚这个入胎就是接生就是接生从那个时候的话呢即生当中的所有的善和恶的这种这个事呢就是我在那个接生以后在 在墓胎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先已经这个得到了在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意思呢就是我已经这个入胎了入胎的时候的话呢当时言根还没有得到的时候这个 这个言识呢就是即生当中善和恶的这种这个比如说我这个造善的话呢就是我是一个人的这个言识 人的言识的话呢就是我在终于墓胎当中的时候那个言根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呢就是言识已经这个有了就是言识的这个言识他自己都是没有的 言识他自己呢就是人那个出生以后就才有吧但是呢言识的这种得孙就是得孙的话呢应该是有的他们的这个得孙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有时中呢就是有时候认为的这个稀奇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那个 就要这个未来要就是看这个色法的话呢就是看这个色法的这种言识呢我在这个墓胎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有的就是我们好像认为是这个叫做是 未来的一种这个稀奇的种子一样就是这样承认的但是他们呢就是未来就是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得孙呢就是提前就是出现了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那个这个转生的时候呢就是先那个获得这个言根的言根这个获得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因为言根呢就是他次第而获得的 并不是是那个一次性你接生的时候就接生的时候马上得到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啊这样的话呢呢 言根还没有这个获得的时候呢就是言识都已经有了就是这是有时中的这个观点 不然真正这个观察的话呢就是言根都没有就是这么回事成立言识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随理这个进步众的观点的话呢就是 这个所谓的这个言识呢就是依靠这个我的作意然后这个外境就是那么外境和我的言根和还有那个作意就是这三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是才产生那个 这个言识就是这是这个一般进步医生呢就是都是这样观点的然后这个这个英明的观点也是应该是这样这个承认的 但是有时中呢就是他有他的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说法 所以这里呢就是他的特殊说法当中呢就是应该这样这个认识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类吧第二类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先得这个言根就是然后呢就是得这个言识就是这个呢可能我们都好理解 但是我们这个心里面想的和他们的这个比喻呢就是也有点不同的这个说法 二类以上就是只有依靠这个先前一禅的言识而看那个色法 就是色戒具足诸根呢因此就是就是言根以前已经这个获得了就是 他这里这个先得这个言根然后呢就是获得这个言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那个就是第一禅呢就是他有这个言根也有言识就是 然后第二三以上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根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个色 他要这个比如说看色法就是或者是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因为那个二三以上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言识的识度是没有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用这个看色法的时候呢就是他要借用第一禅的这个 第一禅的这个言识就是第一禅的言识 那么有些人认为就是这个不可能的吧就是他要看一个色法的时候 马上到那个一禅去你能不能给我借一个言识就是我要看这个瓶子就是 他这个都不用就是因为他呢就是一专注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获得了这个第一禅的这种这个言识 就像我们那个在愚界当中的有些众生的话呢就是他要这个现实神通 现实神通的话呢就是必须要你用这个四禅的这个禅定的境界 如果你没有这个第四禅的禅的境界的话呢 你像这个看中阴神啊或者是像这个现实神变的话呢就是我们愚界的这个心上面呢根本没办法这个成功的 因为愚界是一个很粗大的这个心粗大的心上面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愚界的众生呢就是要这个用禅定来这个看中阴神的话呢 就是你马上那个要用那个慈禅的这个禅定就结下来就是你这个这种这个心呢就是结下来 然后呢就是可以这个看那个中阴神就是这是可以的 就是这是可以的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第二神以上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严根已经有了 就是因为这个色戒呢就是全部这个 燕儿必色神全部这个根呢已经具足了 但是他就没有这个严实没有严实的话呢 他要看色法的时候必须要用遗产的这个严实呢就是借用 就是借用以后呢就是才看这个色法就是就是那个是这个 这个居士论的也是这个特殊这个不是特殊的观的吧 就是这个应该说我们应该这个就是共同就是这样这样承认的 这这样的话呢就是先他已经这个获得了严根了 就是比如说第二三的天人第三三的天人的话呢 他先已经获得了这个严根就是他凡是转生到那个天界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严根都已经有了 但是后来他要看色法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就是他通过入顶就是入那个第一层的顶 就是入那个第一层的顶然后呢就是借用他的这个颜实来就是采看的就是 所以呢就像我们这个要看终云生的时候是用这个四餐的这种餐顶一样的就是 所以这种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叫做是先得严根 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看那个就是色法就是就获得了这个严实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三种情况吧就是第三种情况的话呢 严根与严实同时获得就是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 就是严根与严实戒也有一切获得的 诸如从无色戒就是死多后转生于欲戒 或者是这个一参吧就是这个以前是一个无色戒的众生 然后呢就是他现在这个死了就是死了以后的话呢 因为以前那个那个无色戒的时候呢就是他严根也没有 严实也没有什么都是这个没有的 然后他现在那个死的时候呢就是死了以后就是他或者是转生到这个欲戒 或者呢就是因为那个转生到如果这个第二参以上的话呢就是他就没有这个延实了 不可能同时得到的 然后那个转生到欲戒或者是转生到一参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严根呢就是到了那个中阴身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得到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延实呢就是也应该就是获得的 这个转世中英就是它这里呢就是成了这个转世中英的时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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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什么什么俱世论的话呢就是他就成了这个私有和本有和还有那个 从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转世中英这个开始的那么转世中英开始的时候呢呢 它的烟根具足的时候 它的烟尸也是同样具足的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同时产生的 善与悠然的烟尸 未来的得损也是出现在这一阶段 善和恶的烟尸 未来的得损 也是刚刚在它的主根具足的时候 同时出现的 善与悠然的烟尸 未来的得损也是同时出现的 这是第一种类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第四类吧 第四类的话 一次也是支出前面三类以外的 前面三类以外的话 烟尸也得不到 烟根也得不到 这种无色戒的众生死了 死了以后 它就马上还没有形成根的时候 马上又转生到无色戒的话 它那个根也没有 然后烟尸也没有 这是第四种情况 这样在这里可以 作词作词作词 Dopo 初音乐 初音乐 第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